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杭州 东广场 间接15个越南河内的贵宾 那现在休息一下去卫生间 杭州东站真的到他们 被称为全亚洲最大的火车站 我们看一下这是越南河内的行李 OK 现在带越南流团去上搭巴车 停车场 这里是杭州东站停车场 所有留巴士停这边 哇 今天越南客户住的酒店不错 佳儿酒店 大气得很 佳儿酒店不错朋友们 我看大礼堂挺大 先去房间休息一下 晚点再出来玩 今天带十几个越南朋友来杭州 靠茶工厂 然后参观 现在准备去吃饭 吃完饭呢 去明星五街和房间转一转 现在到越南客户准备去外面玩 我给你酒饮了 来来来 今晚住的宾馆很不错 佳儿酒店 哇 今天晚上月亮很亮 越南朋友选择了到杭州旁边的绍兴 柯桥古镇 哇 景色很棒 我们现在去转转 本来吃完饭呢 就需要回到酒店了 越南朋友们喜欢晚上出来玩 因此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隔壁的绍兴来转转 好茶不贵 三十一味 哇 好多人呢 哇 晚上的柯桥实在太棒了 越南朋友们很喜欢这样的古镇 这是我们越南的客户 哇 很漂亮 现在自由活动时间了 哇 太棒了 穿古装 逛古街 游古镇 坐古船 哇 里面有古装美女 弹皮的 我们看一下朋友们 今天晚上特别棒 天气不热 天气不热 有古镇 看美女 你看一下朋友们 这里是柯桥古镇的四河三桥景区 那这里有三座石桥 在四条河上 好多人在这里拍古装 啊 景色不错 看一下这个古镇很棒 它有东关堂绍兴菜馆 哇 这个夜晚比较凉爽一些 所以出来的人也多 哇 这桥上的风景更棒 看一下 还有龙船 哇 这个桥估计是观景最棒的地方了 那是一个吃一个 好看呀 树上好多灯笼哦 装点的很漂亮 到处都是穿着古装的小姐姐 我们看一下这是苗族的古装 人太多了 下势头直接 感谢你曾经来过 哇 好棒啊 这个古镇真的太棒了朋友们 那 沿夏日朋友们穿古装有古镇 真的感觉别有一番景色 新开发的绍兴科桥古镇 挺有特色的哦 街区面积大 人少 可以说不喜欢人多的这些朋友们呢 适合到这里来玩 那我们看很多人到这里租古装 拍古照 有古镇 还有特色哦 那这个地方建设的非常棒 三年前才建设成的 好吗 这边有很多地方建设的 可以建设的 它是这样的建设的 就是这些地方建设的